现在正是桃李盛产的季节 那么苗栗县三一地区的红肉李是遭受到了虫害 县议员黎尚安指出 主因是没有使用果树防护网 要求农业处应该要多协助农友 根于农业也关注艺术生根 黎尚安也提出了苗栗需要一座美术馆 苗栗县是农业大县 为农友争取权益 县议员黎尚安接获反应 三一地区的红肉李 遭受虫害 原本有申请果树防护网 却没有获得通过 让虫虫有机可乘 请教我们处长 针对这个果树防护网 这么好的好消息 到底它的申请的时间点 是什么时候开始 还有就是 是否有提高补助的比例 还有每公顷是补助最高的金额是多少 麻烦你回答一下 谢谢 跟历人来做报告 我们前线的桃里有605 那三亿的话大概29公顷 那大五有146 太阳有200多 所以县政府如果要来补助这个部分 经贵会过于庞大 所以在整个农粮署的补助 它以前是3.3万 那经过议员的 我们马上有跟他反应 那公文也上去 以前只有琵琶跟这个联络嘛 那我们他现在会把这个案件放进来 耿于农业照顾农佑也关注艺术生根 李尚安谈到艺术教育大师 汉宝德曾经说过 艺术教育可救国 而成根的第一步 他认为需溢注更多的美术教学资源 艺术与美感教育生根计划 总共有39所学校 然后每一所学校的经费补助是8到9万 然后总经费的金额是400万左右 那就有家长跟我反映 因为现在通货膨胀 然后美术教材跟耗材的成本 也相对的提高 所以像学校办这类的课程 都捉筋见走 包含终点费一些耗材的部分 其实都要按照不理的标准 来补助给学校跟来进行核销 那至于说 如果是属于单独的易财班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可能才是我们县府 可以去协助的范畴 李尚安更进一步提出 苗栗县需要建一座美术馆的想法 主要是警察局动作 那个动工的速度太慢 那如果警察局赶快牵走 我们就有土地 那可能我们要等下一波 那下一波如果 总图确定在现在警察局的位置 那破一块给 这个总图就 成如刚刚我们厌府讲的 其实我们也考量过 美术馆将来就在他楼上 这样共用 第一个节省成本 第二个会让人口更寄局 卡在土地难徐 文官局中正堂活化 可初步解套 而黎尚安也关注厚龙溪 溪湖溪 野溪护岸整治等 钟县长强调会积极争取相关的清费办理